暖暖区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 执行长邱梅萍 以及地内里长林景龙和暖暖区公所科长 一起站在永林基金会捐赠的新车前 开心介绍 由于鸿海科技集团继永林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董事长 之前曾经到基隆暖暖区的地内社区发展协会参观 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照顾引发长者的用心 同时高度肯定社区善用爱心食物银行 供应其他区爱心食物银行 以及社区关怀协会等单位 分送相关食物和生活物资 给全市将近1000户弱势民众的绩效和爱心 因此特地以永林基金会的名义 制赠新型休旅车一台 给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泰换爱心食物银行原本已经老旧运送物资的专车 协助协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永林基金会创办人郭董事长 他当初来地内社区 他发觉我们真的有在服务长辈 然后照顾弱势 所以他就答应说要捐赠一台物资车 给我们地内食物银行做使用 那很感谢他 那可以再更扩大的为基隆乡亲 还有对方这边的乡亲做服务 谢谢 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萍 也不浪费时间 立刻开着新的运送物资专车 到各个地点分送食物和物资 也分享郭董和永林基金会 支持爱新食物银行的善举 让爱持续正向循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